What's up 今天我要來開箱 Wa Cookies的兩個新口味 一個叫做阿薩姆紅茶拿鐵 另外一個是伯爵茶拿鐵 是娃娃她出的曲奇餅乾 那之前有兩款口味 一個是抹茶 一個是重可可 我也都有吃過 那我今天這次說實在的比較興奮一點 因為我個人如果大家有看滴妹的一些影片 大家就會知道我是非常不喜歡抹茶的 所以上次的那一波 其實我後來都只有吃那個重可可 但這一次 它是出這個跟奶茶相關的 那我就比較喜歡喝茶 所以很期待說它會是什麼味道 我們來看一下我還特別有 我還特別有寫給我一張卡片 欸等一下這個 這個就不是業配齁 是真的單純就是友情 友情分享 幫大家來嘗鮮品嘗一下 好那我們就先來開這個 信件 OK 暗暗想我了嗎 鬼鬼半年 雛心口味 要還原手搖杯的風味 最濃郁的那種 甜度會比抹茶高一點 OK 建議搭配茶或者是牛奶服用 OK 下面還畫了一個小樹懶 它是給阿滴跟滴妹的 那我留一點給滴妹 我先來試試看伯爵的這個 哦 What the heck 他這個怎麼黏到下面去了 欸娃娃你的 你的包裝會失到下面的這個 怎 especie 怎麼辦 剁好醜 了 打開囉 噤 Festival 好香喔 裡面有一個小卡片 看一下它本人 它的質地跟之前的那個應該是一樣 就是口味的差別 這樣子的一個質地 裡面有一些 一小粒一小粒的黑粒的 我其實最常喝的茶就是伯爵茶 再來的話可能是精選 我們來吃吃看有沒有伯爵的味道 這個有比抹茶甜嗎 我覺得沒有很甜耶 茶味比較重 我覺得比起說甜味它是 有濃濃的茶香味 口感跟 它上一款那個是一樣 就是 曲奇的口感 然後 吃起來很容易 在你嘴巴裡面化開 我覺得它的 茶味跟曲奇餅乾的 那個texture 融合得很好 所以吃起來沒有什麼負擔 不會太甜 但是又可以像在喝茶一樣 口感很濃郁很棒 比起之前的可可跟抹茶 我比較喜歡這一款 我來配茶 試試看 喔喔配著 配著茶 配著熱茶會讓它的味道更 被突顯出來 你可以想像就是一個悠閒的午後 然後喝熱茶 然後吃這個餅乾 然後看個書 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應該吃這個 沒有忘記還有另外一個口味 然後我們這個 用這邊 我們來吃吃看 它的另外一個口味 我們來比較一下伯爵跟阿薩姆 我比較喜歡哪一個 好接下來是阿薩姆紅茶 阿薩姆紅茶 阿薩姆紅茶的顏色 稍微的 比較紅一點點嗎 好 阿薩姆紅茶的 我們來吃吃看 哇香味真的完全不一樣 呦 沾到鼻子了 阿薩姆紅茶的 好像比較結實一點 他們兩個質地不太一樣 好像是伯爵比較甜一點點 我夠夠 這兩個產品他們主打的 都是它的茶香味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很喜歡喝茶的人的話 這兩款 你應該都會蠻喜歡它的味道 然後甜度的話 應該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伯爵稍微甜一點點 但都不會到太甜 質地的話 我覺得 伯爵茶的比較鬆軟一點 然後阿薩姆的比較結實一點 好 所以 以上是我第一次吃的感想 跟各位報告一下 搭配茶很棒 搭配熱茶一起吃的時候 會讓它本身 餅乾油的茶味更加的濃厚 不過這兩款吃下來 伯爵的茶味是相對比較重一點點 這個比較輕 但是我必須要說我非常的 不懂曲奇餅乾 因為我很少吃其他的曲奇餅乾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跟大家比較說 這一款跟其他曲奇餅乾的比較 不過就單論這個產品本身 我覺得是很好吃的 如果你是有吃過 WAKUKI的前面兩款口味的話 我覺得這兩款 你一定也會喜歡 因為我前兩款也都有吃過 這兩款 可能是為個人口味的偏好 這兩款我反而更喜歡 好的那就這樣 第一次試吃 給大家參考一下我的想法 好明天見 掰掰